一块肿老水长的材料 中间有一团黑色死险 是什么样的感受 就像你第一次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衫 上面滴了一滴油 还洗不掉一样的恶心 衣服我们可以丢掉 但是呢 一块翡翠 你还舍得这么 我肯定舍不得 材料肿老水长 肉质细腻 飘花灵动 但是中间的黑险 会影响到成品的整体的品质和价值 挖掉之后呢 感觉这个洞还是蛮突兀的 先是出了一个设计 主体设计一个回形反骨牌 一条反骨牢穿过排行横旋而上 轰动的地方设计成法轮 法轮中间的空洞 寓意着地狱不空 视不成佛的宏愿 上方干净的位置 我们设计成地藏王菩萨 面相圆润 神态安详 身形健硕 正八方邪魔 手持法杖 端坐于法轮之上 下方则为地厅 回首而望 守护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是孝道奉献和利他的象征 以其慈悲之心和坚定的愿力 在佛教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百善孝为先 因地藏王对母亲的孝心 与佛教的传统文化不谋而合 大孝和大怨的精神 也是值得我们去尊崇和学习 现在跟之前的材料 是不是一个样子呢 我们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把它的瑕疵 把它的黑险全部都处理掉 肿水光泽都上来了 这件作品我相当满意 十分的话你打几分 购泽